哈喽巴世界娱乐生活志你好 我是陈罗密欧 我在小娘人里面呢 我是张家的幼子 他叫张金泉 我老婆呢就是姚依珊段优 然后我有三个孩子 一个呢是Herman 他是我的大儿子 小儿子呢是哲亮 933的DJ 然后有个女儿就是神调饰演的 那张金泉呢这个角色 他是我可以说 他好战非常强 其实在他的眼里呢 他只尊重他的娘娘就是 真会饰演的我的妈妈 然后对于其他人其实他 有点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刚入行的时候呢有演过一些年代剧 当然是从好变坏 可是这一次的坏呢是我觉得 他是比较就是奸诈的那一种 可能就是在脸笑肉不笑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真的要看清 他在想什么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 有点第四这样的那种尝试 我觉得考一定的一些演技 我其实那时给了两个角色 他们要我演二哥还有这个三弟 可是我那时跟经理有人说 我是比较偏向三弟的 张金泉这个角色 因为只希望说年代剧嘛 我希望可以可以演一些比较跟以往 以往演过的角色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其实好人就是演过好多次了 所以希望说这次在年代剧可以演一些坏到入骨的角色 因为其实我觉得坏人不一定是你要长得像坏人脸 对不对 所以当有一个好人脸 很不要脸的话 好像有一个好人脸的时候 当你可以演到坏人 而坏到可能我去巴刹的时候 人家可以讲 哇你这么坏了 我觉得那个是个成就感 是大哥的角色 挺好玩的 因为大哥 你看他好像这个好人 然后就很多事情都不受 就是让二哥去控制 感觉好像很容易演 可是他里面的很多小细节是 我觉得观众若仔细看会看得出 他是个很丰富的一个人物 然后你需要放很多心思出来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让观众看得到 我觉得那个是很有挑战性 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有点带点紧张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制作 然后自己一直告诉自己 哇这是个大制作 一定要把它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我只能说现在目前为止 还在吸收很多东西 没有想太多 我希望我在拍的时候 当我看playback的时候 那个画面可以让我舒服 可以让我有被自己惊喜到 我觉得那个是我在这部戏想要看到的东西 因为自己其实演了很多年 可能也知道自己的优缺点 所以希望说这一次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给自己一些新鲜的东西 优缺点就是可能 怎么讲 这东西只有自己知道 就可能讲话的时候 走路的方式 表情 语气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知道的 可能在观众眼里是OK的 可是在演员在我们娱乐圈里面 当我们演很久的时候 这些会变成是一个缺点 是个让人家知道 一看说这是罗密欧在演戏 所以希望可以 既然这角色这么好玩 我希望可以带出 没有一般罗密欧演的这样的演法的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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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